今天是11月2日,星期二 是11月份第二个假月天 我先看看昨天的市先 上星期的跌势 昨天早市恒指先低于109点 去到25,268点 之后由25,270点开始辰转反复下限 最低是见过24,972点 跌了405点 由于没什么特别的利淡因素 加上维稳买本也开始入市维持秩序 结果市就逐步逐步扶稳 最后恒指收在25,154点 跌了222点 成交金额1350亿 先看看技术上的形态 以昨天收市在25,154点 为什么呢?已经进一步跌穿了20和50天线 简单说 这一刻恒生指数走在所有的平均移动线下 形态是属于一个反复肉市低位的格局 但有一点不同的就是 市虽然在形态上是转弱了 而且进一步是转弱的 问题就是 它不像是6月、7月、8月、9月 不是那种跌势 因为最惊吓、最坏的情况 其实在9月、10月已经见了 因为9月21指数见过23,771点 到10月5日又见过23,681 你可以当这两个是技术上的中期跌落的一个小伤帝 除非现在有很大的黑天鹅突然间撲起来 那就真的没办法 如果不是的话 我想就算市场有点反复下疑也好 都只是属于一个急步反弹之后的一个技术上的回套 不是跌落的开始 这个刺激因 至于你说比亚迪配股是否黑天鹅事件 我觉得不是黑天鹅事件 因为他筹集了一百三十几亿 是要去扩展厂房、发展的业务 亦都说一些已经发了债的债息 剩下一个流动的资金 以比亚迪在生能汽车方面的发展 未来都还需要很多资金 最重要是国家政策的配合 因为现在每年落地的汽车有2500万台 国家希望2025年 新能源汽车占比是20% 即是500万台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相对于现在来说 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内地有几十家新能源汽车厂 但最大的规模始终还是比亚迪 而且比亚迪还有自己的半导体 而且还有自己的刀片电池 我相信未来真的要进一步去托展的业务 或者是进一步将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规模再扩大 实际一定是需要资金的 所以比亚迪去配股筹集资金 只是为公司为小股东 赚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所以大家不应该去谈谈 况且232元升到324元 如果调整一半 刚刚好就是283元 正在做的水平 我觉得来到现在这个价 其实应该考虑 有能力的话 买一手半手 来做一个中线的部署 今天刚刚又有一只比亚迪的 我扩量和大家分享一下 编号是26172 26172的行使价是395.2 到期日是2022年的2月 有少少长生的 有效杠杠大概是5.8倍 以比亚迪昨天收在287.2 以及26172昨天收在0.115 不计算我们给两个价大家参考 比亚迪如果上回319元 26172应该可以升上去0.195 潜続的升幅大概有67% 如果比亚迪的股价 真的有机会跌到276 没办法 26172的卵价也会跌到0.093 潜続的跌幅大概是27.8% 相关的资料是由升展提供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街货的情况是怎样 卡进去升展的网站 就看得很清楚 好了 早试分析就讲到这里 度大跟均行 按责任 再度做摩离 WAT CAM 汽巴